榜桥警方先带到正姓车手 寻现在逮捕13名诈骗集团成员 记者林昭章翻社 分享 新北市榜桥警分局日前查获诈骗集团提款车手 逐步往上溯源追击 最后带到车售头 驱步手 骗步手等多名成员 同时查获人头账户 清查发现被害人共37人 都是因为接到电话 一步一步落入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 最后倒提款机把钱转出 情节与香港电影猜猜我是谁如主一辙 警方举例 73岁张姓妇人5月接到假冒职自来电 匡称投资亏损及需用钱贴补 向她借款7万元要求回到指定账户 事后发现被骗报警 但妇人会款后50分钟 诈骗集团已把钱领走 35岁郭姓女子5月在网路购买酒店住宿券 对方要求汇款1万余元后提供住宿券兑换号码 郭女向饭店求证才知道买到被使用过的住宿券 汇款后不到40分钟 钱已被领走 警方统计被骗人当中五人因被诈骗集团假冒亲友 利用猜猜我是谁的方式框骗 接住陆续用投资买车生病开刀等理由 又骗被害人汇款 另外26人都是在PCHOME网路个人卖场 或脸书及LINE群组购买奶粉 保健食品 手机 电脑 游戏机等物 应摊涂低价便宜 落入全套 血本无归 帮乔景分局根据提款热点分析过滤 先在台北市南洋街居提39岁正姓车手 查扣提款卡八章 存折11本 现金19万余元 接住寻现在查获令6名车手 2名取部手 清查发现这个诈骗集团 短短一个月便成功诈骗37人 分别骗的2000至13万元不等 获利共60万元 13名集团成员 贞讯后依诈其罪嫌 即为反洗钱防治法移送法办 警方指出 诈骗集团手法与香港电影猜猜 我是谁 剧情如出一辙 图翻射网络 分享